《 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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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談甚麼? 在談甚麼? 好,跟老闆談完保險了 是呀 沒有,我們說了強積金 這些你一定很熟悉的 不如跟我們說多一點吧 你們公司的強積金 並不是我負責的 但對於強積金的運作 我都很熟悉的 想知道甚麼? 阿文說,雇員自選安排 會增加強積金市場的競爭和 你怎樣看? 我認同 在受託人的角度 強積金計劃的銷售對象 除了原本的二十多萬雇主 以及二十多萬的自僱人士 現在還加上 全港二百多萬的僱員網 受託人要吸引多些客人 去選擇自己的強積金計劃 自然一定會花多點功夫 其實我也有留意 僱員自選安排的報道 聽到僱員自選安排 很多時都會被人叫做 強積金半自由行 為甚麼會叫做半自由行? 你們都在供強積金 相信都應該知道 打工仔那份強積金 是由僱主和僱員 雙方面一起供 而僱員自選安排 主要是被僱員 在現在打工的強積金戶口裡 轉移僱員那部分的供款和投資回報 即是僱員那份可以轉得 僱員那份就不能轉得 所以叫半自由行 沒錯 沒錯 基本上僱員在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間 都可以選擇轉移一次 另外每次要全數一不過轉 記住 僱主那部分是不能轉的 如果有自願性供款 就要跟回個別計劃原有的規定轉移 而不會受到僱員自選安排的影響 如果我曾經把以前份工的強積金 轉到現在份工的戶口 那又可以怎樣安排呢 有僱員自選安排之後 這部分的強積金 就可以隨時一不過 再轉移去 你任何自己選擇的強積金計劃那裡 咦 我有問題 不過先說明一下 這個問題我可以幫我朋友問 如果一個人有兩份工 那呢 那就是兩個強積金戶口 那需要兩個戶口一起轉呢 其實呢 每個戶口都是獨立計算的 就是說 在每一個工歷年裡 每個戶口都可以轉移一次 有件事我特別想一提的就是 僱員轉移強積金 是不需要通知僱主的 那就是說 無論你以前或者現在 打多少份工都好 不用怕 因為轉移強積金 而被老闆知道 出.... 會呢 對Maybe 對不對 我們